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赵丽我们先来看一下上周五的市场情况 那我们知道呢 澳洲股市在上周周一和周二是经历了两天的连跌 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呢 在周三 周四 周五连续三天 澳洲股市呢都出现了轻微的反弹 但是呢 由于反弹力度实在太弱 所以上周累计来说呢 澳洲股市依然最终是下跌了0.2%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澳洲200是收在了5359点 这个价格呢 几乎来说又重新回到了大约是15天前的价格 那么在另一方面 中国股市呢在周五上周五有轻微下跌 非常不幸呢 也是跌破了3200点重要关口 跌幅呢大约是在0.4% 但是从今天的走势来看呢 中国A股呢在今天再一次高开高走 上阵指数呢今天是大涨了1.5% 到目前为止截止收盘 还没有收盘的时候呢 目前又重新爬回到了3200点之上 那么在欧美方面呢 在上周五均有不同程度下跌 但是跌幅都比较小 只有在0.3%左右 那另外方面呢在这个原油和黄金上面 油价呢继续维持在45至46左右 而黄金价格上周则继续累积下跌约15块钱 上周呢曾经一度是跌破了1208的关键支撑线 之后呢虽然反弹回来 但是目前黄金价格依然是在 1,210到1,220之间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里面呢 我们着重来说一下的呢 就是目前特朗普当选之后 现在的这个热乘市场情绪啊 它能够维持多久 那我们看到上周呢 特朗普当选是他当选后的第一周 虽然还没有宣誓就任 但是市场已经表现得非常的疯狂 所有的金融产品的波动呢 都是非常的大啊 这巨大的变化在我们看来 是不是未来能够持续下去呢 我们看到呢 在上周五全球市场呢 几乎连续五天都出现了一个离奇的 几乎来说呢 比较一致的走势 就是股市几乎都在连续的上涨 而黄金和货币呢 则在连续的下跌 那从表面上来看 股市的上涨呢 就意味着投资者是愿意承受风险 那对于未来呢 是有了信心才愿意去买股票 那这一点呢 对于不断提高的 对于消费者来说 是完全的一个有利条件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我们知道呢 股市的增长 能给普通人的钱包 带来更多的可支配资金 同时呢 股市的增长呢 也意味着这个通货膨胀 可能会增加 同时这样可以从两方面来刺激消费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呢 在目前这样疯狂的局面之下 似乎有一点离奇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的这个疯狂上涨啊 似乎有一些缺少了背后的支撑 那换句话说就是 虽然现在的市场是预期 特朗普上台之后 会推出这样那样的政策 但毕竟他现在第一没有上台 第二呢 就算他上台之后 从推出政策到实际上的经济增长 或者改变 至少我们讨论的时间 就是半年到一年左右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毫无疑问的是呢 这个市场的预期到底 那个时候会如何 就非常难说 这就像现在过去一个月里面 中国这个资源价格的走势一样 我们知道呢 这个资源价格呢 在过去一个月啊 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之下 是上涨了非常之多 但是我反复说到 这样上疯狂的上涨 其背后并没有来自于 这个需求的增加 而是呢 大量增发货币和人为的推高价格 那么这样的推动呢 就很容易导致一个短暂的上涨 之后呢 迎来一个飞快的短暂下跌 所以说这个这样的表现 尤其来看 就可以表现在这个澳元身上 我们知道在上周之前 澳元呢 是非美货币里面 这个最强大的一个 虽然它是下跌了200个点 但是对比日元 对比英镑 对比欧元来说 它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那我们说到一个 唯一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澳元的靠山 铁矿石价格非常之猛 连续上涨超过15个天 然而在上周周三开始呢 铁矿石价格开始强烈回调 每天几乎以4%到6% 这样的速度在下跌 因此在这种下跌之下 我们看到呢 澳元呢 不但是下跌 跌破了0.7550关键支撑线 甚至于呢 把之前 没有下跌那一档空间 全给补了回来 所以说 在铁矿石下跌之后 澳元在短短两三天之内 跌破了0.7550 就直接是奔着0.73而去 下跌幅度呢 达到了非常惊人的250个点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现在啊 这个货币的增长 货币的贬值 以及说呢 这个铁矿石 包括其他资源股的 这个大快速增长 其背后很多时候呢 是来自于炒作 或者是过高的期望值 那么很有可能 当美联储正式加息之后 或者说 当特朗普正式当选 正式政策出来之后 一旦市场的预期值下降 那么现在的这波疯狂 就很有可能会出现回调 那么另外一个热门热话题呢 我们现在看到人民币 这个贬值的速度非常之快 现在目前来看呢 对于美元的汇率 在境外人民币 目前已经接近于1比7了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问 在2017年人民币走势 依然会这样下跌吗 那么人民币 我们知道是一个巨大的话题 作为我们小小的普通平民 无权也无力去影响人民币走势 但这并不妨碍 我们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首先我要说的是呢 人民币的下跌 目前是注定的 至于原因 我们都已经知道 就不再重复 那其实呢 那我今天要表达的观点是 虽然人民币现在下跌非常快 但是呢 它并没有表现的非常过分出格 那我说的这个过分出格 是横向的和其他货币 做一个相对应的比较 如果我们只是纵向了人民币 和人民币自己相比的话 那么估计你哭的心都快有了 从6块2去年时候 到了现在接近于7块钱 下跌幅度是超过了10% 但是如果你横过来一看 看看其他难兄难弟 英镑啊 欧元啊 日元啊 澳元啊 所以说人民币不是第一个 但也不是最后一个 它是一些主流货币里面呢 夹在中间 这就非常像我们中国人 比较提倡的一个中庸之道 所以说现在整个市货币市场啊 这个走势就像是学校里面考试 其中只有一个人 美国考了100分 其他所有的同学呢 全是不及格 全部及格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班主任 你会怎么办 骂不骂 罚不罚 骂肯定会骂 但是罚估计呢 是罪不责重 因此在我看来 现在非美货币的集体下跌 才是人民币呢 目前可以搭乘顺风车的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还是那句话 目前一切的走势呢 其实都是建立在 对于未来的期望之上 对于新总统的政策的期望 以及对于美联储未来加息的期望 一旦这些期望值有所改变 和事实有所出入 或者说 不管是12月份美联储正式决议之后的表态 还是到明年 亲总统上台之后的政策 一旦和我们现在的 大家想的不一样 那么 应该说 现在的这些 不论是上涨也好 下跌也好 都会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 另外呢 今天并没有重大的消息 因此呢 今天晚上呢 我们投资者 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件需要关注 那感谢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